太誇張了 法國人到底在想什麼 Is this good to drive? 阿你試試看嗎 歡迎收看全民風之霸 大家好 我是怡辰 目前台灣還是持續拉 三級的疫情警報 所以在這邊提醒大家 多洗手 少出門 避免室外食人 室內無人以上的群聚 另外口罩一定要戴好 好不好 希望在疫情期間 大家都要加油 一起度過這樣嚴峻的疫情 好 今天一樣來幫大家試駕 今天要試駕的車款 是保濕的3008 其實這個車系 在2016年的時候就推出了 距今到現在差不多五年的時間 所以今天也一次小改款 今天我們要試駕的 就是小改款之後的3008 小改款之後的3008 其實是在去年的時候 在全球發表 在今年的時候 正式由保家聯合引進 來到了台灣 那麼3008這一台車 它其實大有來頭 在2016年剛推出的時候 它就獲得了歐洲年度最佳風雲車 那麼這有什麼厲害的 除了年度最佳風雲車之外 再來就是這個獎項 從1964年創立以來 第一次有這樣的休旅車入圍 所以它在歐洲市場相當受到歡迎 目前已經賣出超過120萬輛以上 但是講到保濕這個品牌 在台灣應該會被列入圍 比較冷門的一個選項 雖然在台灣很冷門 還是有很多它值得你一看 而且非常迷人的地方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在台灣它的售價以及編程 那今天我們試駕的是柴油款式 Blue HDI Allure 它的售價是140.9萬 再上去還有GT 好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車頭的造型設計 在小改款之後呢 在車頭的上方有一個3008 告訴你它是什麼樣的車型之外 下面水箱護罩也是它非常特別的地方 水箱護罩呢 上面用了很多的鍍鉻式條 而且採用的是水瓶式的 向左向右延伸到保險桿上面 這樣的設計手法呢 也是其他車廠目前還沒有看到的 那在這邊提醒大家一下 今天我們試駕的這個車型呢 它是認證車款 所以在頭燈它配的是GT的頭燈 它並不是它柴油款式應該要有的頭燈 GT採用的就是魚眼 那如果今天我們是正常的市售車的話 在台灣它是採用反射式的 但是光源一樣都是LED 那講到頭燈 在小改款之後換上了一個 非常重要的仿生式家族設計 那就是獅子的獠牙 我覺得寶石在每一次的設計上面 把自己的LOGO跟設計 是融合得最好的一家廠商 除了最早期看到的獅爪之外 現在還看到了獠牙 它負責的有日行燈 還有包含你的雙黃燈 打方向燈的時候 這邊都會亮起 這個非常的獨特喔 車側的部分 它採用了雙線條的設計喔 在前葉子板跟後葉子板 形成了兩道凹進去的線條 讓它車側看起來玲瓏有致喔 那在上面呢 上半部用了大面積的鍍鉻窗框 一路延伸到後面 C柱以後採用的是深色玻璃 跟尾翼下方的黑色的飾板 形成了一個很好的 前低後高的一個跑格的姿態 營造出它自己的氛圍 但是我覺得還是有一些 值得惋惜的地方 就是上面用的鍍鉻飾條 下面卻採用的是膠條 如果你想要鍍鉻飾條的話 你必須要買到GT 它才有鍍鉻飾條 那麼下方我覺得 它的防化材質的面積還滿大的 其實縮小一點 我覺得在它的腰線看起來 會再更縮一點 會再更好看一些 這一點我覺得是個人審美觀的問題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另外它的車門採用的是 全包覆式的設計而已 也就是說今天如果下雨啊 被噴濕了 噴髒了 有一些泥巴沾染到你的車門上 但是你在上下車的時候 依舊可以保持一個庫管的清潔 這樣的設計也是滿不錯的 旅圈的部分 統一不管你從最入門 還是你買到最高等級的GT 通通造型就是這個雙色切削的 車尾的部分 小改款之後 尾燈做了一個很大的改變 原本只有三道的施爪 在小改款之後呢 每一道的施爪變成了三道 所以從原本的六道變成了現在十八道 所以在大改款之後呢 大家就算得出來應該是變成八十一道 大改款之後的小改款 應該就會來到兩百多道 這一段是什麼東西 像細菌一樣越分越多 好 不管怎麼樣 在這樣的仿生設計上 除了獅子的獠牙之外 後面的施爪 這樣的意象也是非常成功的 施爪這個意象在之前的車狂 我記得在快十年前的時候 就有出現了 那麼中間用了黑色的飾板 做了一個連接 那麼另外下面它在左右兩側 做了一個類似排氣管的設計 不過實際上它的排氣管是做隱藏的 我們來看一下行李箱空間 開啟的方式呢 如果身上我有帶鑰匙 就可以做腳踢感應尾門的開啟 在這邊給大家一個購買的建議 因為除了Design沒有電動尾門之外 其他通通都是標配 所以如果你剛好在看前三個級距 也就是1.2升直列三缸的這三個級距 如果你不想要電動開啟尾門的話 你就直接選Design 你就130.9萬就可以入手 但是其他配備包含的Level 2 什麼外觀輪圈 通通都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在這個地方1.2升的 應該很好做出抉擇了對不對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行李箱空間 其實蠻大的喔 有520公升 而且在整體的質感上面 表現是相當出色的 戰板打開之後 上面做了兩個小卡榫 可以卡扣上去 這一點小巧思非常的加分 另外法國人叛逆的地方又來了 現在眾多大廠都採用的是什麼 補胎劑打氣機 但是它採用備胎 為什麼 我是法國人啊 但是中間它做了一個很好的整合 它做了一個小盒子 而且還有卡扣 打開之後 裡面提供的是一些工具組 那另外 後面還提供了12伏特的電源 以及照明燈 椅背中間有一個雪橇孔之外 椅背還支援了64分底椅背傾倒的功能 而且後面就可以直接做傾倒 相當的方便 傾倒之後 公升數來到1482公升 而且你會看喔 我直接傾倒之後 我不用去操作它 就相當的平整 這一點它的設計 跟其他的豪華品牌來說的話 它真的是貼心很多 而且質感真的很出色 好 我們先來說一下它的質感好了 這一台車它的質感我覺得很特別 但是當然也有很多我們很熟悉的部分 例如說整個中控台 軟折塑料 包含門板上面 它也是採用軟折塑料 但是很特別的就是 各位有沒有看到這個灰色的材料 這個摸起來 好像家裡沙發的那個布 然後繃得很緊的那種感覺 這個很特別喔 當大家都在採用什麼 碳纖維紋路飾板 銀色飾板 鋁質飾板 拉法斯紋的飾板的時候 法國人來一個給你布料的飾板 很像居家的感覺 好像又有了那種IKEA的感受 你就會覺得 好像哪裡不一樣 它不是什麼很貴的材料 但是它放在車上的時候 的確讓人耳目一新 怎麼樣 我就法國人 我跟你講法國人很特別 就在這個地方 前方 這個方向盤呢 保濕的特色 它的位置會比較低 上面會有一個 懸浮式的儀表板 懸浮 它的意思不是飄在空中 而是它永遠的視線 都是在方向盤以上 這個是保濕它的特色 那麼前方 配了一個電子的儀表板 12.3寸 裡面顯示著很多的資訊 而且動畫非常的精美 我隨便操控幾個給你看 例如說 我現在想要顯示的方式 我可以選駕駛 用戶自訂或精簡 先來個精簡好了 哇 帥吧 真的也非常精簡 來看看其他模式 跑出來 整體來說 操作起來非常的順暢 動畫過場 非常的精良 旁邊兩側有不同的按鈕 像這一邊 可以開啟儀表板下方的氛圍 這個也很特別 我就發國人怎麼樣 旁邊這個按鍵按下去之後 旁邊會顯示保養的里程 或者時間 尿素等等 那另外 這個螢幕裡面支援了相當多的功能 你要選擇什麼大的選項 不是從這邊按 是從下面按 例如說我要聽音樂 這個代表就是媒體 這邊就是冷氣 也就是空調的設定 這邊呢 導航 它是沒有導航的 但是你可以連接手機 Android Auto、Apple CarPlay 都是可以的 車輛的設定 電話的連接 或者是其他等等 都是從這邊設定 那麼再往下看 這邊有一個置物空間 裡面有12V的電源 還有一個 USB Type-A的一個插孔 那麼再往前看的話 有一個平台 它支援的有無線充電 那麼再往後看 就是這一次小改款 唯一改變的 之前呢 有動態的這個旋鈕 可以去選擇 你現在的駕駛模式 現在喔 整合在後面這邊的按鍵 Drive Mode 但是前面這個置物盒 是一模一樣的 那麼再往後看 中央扶手 裡面有什麼呢 我們來看看 打開之後 首先 這邊有一個零錢的置物盤 我放了一罐飲料 我又放了一罐水 我其實還有放一罐水 喔 我還放了一罐茶在裡面 喔 對不起 我忘了我的茶 喝完了 喔 對 導演的茶 我也放在裡面了 啊 為了水喝不夠 沒有 我怕 我多帶了一罐 你以為還有嗎 沒有了 其實快沒有了 剩一罐而已 但是這一罐 是超級巨無霸 太誇張了 法國人到底在想什麼 這裡面的空間 大到我的手幾乎放在裡面了 而且裡面冷氣會吹往裡面 所以水可以保持一定冰涼的溫度 所以你以為你買的是一台車 沒有 你買的是一個冰箱好不好 這個是法國人真的很叛逆的地方 那麼另外 我坐的這張椅子 我覺得它在整體的設計上面 也非常的出色 它用了雙材質去做連接 但是它其實有三種面料 一個是皮革 一個是這種箭頭紋路的 另外一種就是跟這個前面一樣的 很像沙發的這個布料去做拼接 整體的包覆感 觸感 造型 都相當的獨特 我跟各位說 這個就是法國人叛逆 好 那麼接下來我們看一下後座空間 後座 先來看一下門板 基本上呢 後座很可惜的地方 一定也是很多人在意的 就是我花了一百四十幾萬 一百四十萬 後面居然是硬直的塑料 但是我要告訴各位 它雖然是硬直的塑料 但是它上面的壓花紋 做的跟前面的軟質塑料 是一模一樣 所以基本上只要你不去用手碰它的話 你不太會發現這個是硬直的塑料 另外在整體的空間表現 前座我已經調整成我的標準座姿 我身高是180公分 目前西部空間大概是一個拳頭 再加四個指頭左右 非常的寬裕 頭部空間一個拳頭以上 整體坐起來的感受上面 非常的舒服 但是當然很可惜的就是它的椅背 沒有辦法做角度上的調整 但是乘坐起來的角度 如果在不調整的狀態之下 我認為是非常舒適的 角度長這個樣子 給大家參考一下 中間幾乎是全國嶺式的設計 整體來說 腳部的空間獲得了很好的釋放 但是你會發現 後面雖然有冷氣出風口 但是為了要滿足前面保濕排冰箱 它佔據了很多的空間 所以冷氣出風口往後推了一些些 所以這邊椅墊跟冷氣出風口之間的間距 變得比較小 這一點是很可惜的 就因為這個冰箱 今天試駕的車款基本的規格 先讓大家了解一下 它搭載的是一具1.5升直列四缸的柴油引擎 最大馬力呢 雖然跟入門1.2升直列三缸的 汽油污能中央引擎一樣 都是130匹 但是它的扭力表現 卻是所有3008車系裡面扭力最大的 高達了300牛米 甚至比GT的250還要大 而且在1750轉的時候就會湧現 那柴油引擎的搭載 它可以帶來一些好處 例如說它的平均油耗 也是所有3008車系裡面表現最好的 而且扭力表現也很好 平均油耗有21.9公里每公升 而且每年的排照稅燃料稅 在3008車系裡面不是最低也不是最高 每一年剛剛好就要你1萬塊就好 搭配的變速箱是8速的手自排變速箱 那麼首先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初步開起來的感受上面 我認為它引擎在輸出的這個表現上面 扭力表現 沒有我想像中來得這麼好 我沒有來到像帳面數據的300牛米 這樣的豐沛這樣的飽滿 但是搭配它的底盤以及操控的調教 那一切就是非常的順暢各位 這就是很典型的法國車 它的底盤調教真的很好 幾年前Focus剛上的時候 大家還記不記得喔 扭力量之外 大家都不買單嘛 明明有多連桿 為什麼要給我扭力量 那德國工程師的解釋就是說 扭力量是在Focus上的標配 但是如果動力大一點的 例如說來到ST 那就需要搭載厚多連桿 或者是Wagon的款式 它不一定是ST喔 車重比較重的話 那就是要使用厚多連桿 那的確啦 我認為Focus ST-Line 比ST-Line Lomo開起來還要更輕巧 加速也還要再更快 但是可惜大家就是不買單 好 不管怎麼樣喔 世界各大車廠大致上 都遵循這樣的邏輯 就是輕巧的小車 像小鋼炮 很多後面就會用扭力量 比較重 比較大的車 後面就會採用多連桿 但是來到法國就不一樣了 為什麼 因為我是法國人 我沒有在跟你管那個的 他們自己有自己的一套邏輯 它採用的是前麥花城 後面呢 居然採用的是後扭力量 欸 各位你要知道 3008它的車重 已經來到了1507公斤 硬生生的比Focus重了快要200公斤 但是怎麼樣 法國人就是給你用扭力量 但是跑起來感覺怎麼樣 喔 太美妙了 這個底盤調教真的是太好了 而且整個底盤的扎實度 跟那個Q感 跟它的支撐性 即便今天有很大的落差 車子有一點懸空飛起來的感覺 但是一下去那種吸震的感受 瞬間可以把車子穩住 所以你會遇到很多獅迷的車友喔 那這些車友面對周遭親朋好友 欸 你為什麼要買獅子 充滿了不了解 會問什麼 Is this good to drive? 啊你試看看知道嗎 你開看看就知道了嘛 你不要問我嘛 很多獅迷朋友為什麼一開再開 買了一台買了第二台 那就是因為獅子它的確有法國車 非常迷人的地方 而且在駕駛的感受上面 就真的是相當的出色 這就是很典型的法國車 而且從208的小鋼炮 來到像3008這樣 很典型的中大型休旅車 誰管你啊 全部一律 後面就是扭力量 但是開起來怎麼樣 就是酷 就是帥 就是順 但是我們現在切到運動模式 好 扭力湧現了 裹彎 這根本就是行雲流水的表現 而且它搭的是米其林的P3 Primacy 3 我會建議大家 其實你可以換PS4S 絕對不會後悔 可以充分發揮它的運動性能 而且你看這個煞車的力道 非常的線性 而且很力 很好控制 好 入彎前 有沒有 非常順暢 然後呢 變速箱 邏輯也相當的聰明 但是你看加速的過程當中 就比較和緩 即便現在是運動模式 但是它的扭力輸出 就是順順的給你 順順的給你 但是你會發現這台車 很好開 很好開 法國車就是這個樣子 好 除了它調校精良的底盤之外 寶石它的象徵動物是什麼 獅子嘛 獅子是貓科動物 它是要狩獵 它是很敏捷的 敏捷度在保濕的 所有車系裡面表現 都是非常重要的 包含3008這樣的休旅車也不例外 所以讓我也很意外的就是 它還是配上了一個小口徑的方向盤 那麼方向盤的口徑大小 會直接影響到車輛的敏捷度 越小的方向盤 你轉的動作就會越小 越大的方向盤 你轉動的動作就會越大 轉動的長度也會越長 所以各位去想想看 卡車司機啊或者是公車司機 哇 那方向盤這麼大 在轉的時候 好像在轉一個大盤子一樣 但是你看這麼小口徑的方向盤 使用起來真的是很過癮的一件事情 轉起來整體的車輛非常的敏捷 而且非常的好操控 所以造就了3008整體搭配它的底盤 非常的敏捷 非常的輕盈 這就是法國車 好 除了剛剛講的這些外顯的 這些動態表現之外 它的內在安全表現也是很好的 例如說它有六氣囊啊 又或者是它的ADAS系統 已經到達了Level 2半自動輔助駕駛的等級 而且是全速域的還有車道維持系統 好 但是因為這個系統 慢慢現在都已經普及了 在這邊就沒有幫大家來做測試 包含了盲點偵測系統啊 或者是預防前方的碰撞系統啊 針對人的啊或針對車的啊等等 這些都是有的 甚至針對路邊的速線排的偵測等等 它的配備也是現在非常主流的 也就是說你現在購買一台小改款之後的3008 它所有的配備 在幾年之後也都不會退流行 也都是目前最重要最主流的配備 全部都在上面啊 好 除了剛剛我講的這些 比較外顯的一些優勢之外 我相信大家更想聽的就是 我買一台3008我需要注意什麼事情 或者是它有什麼缺點嗎 好 在這邊跟大家講一下 缺點的話其實也很明顯 3008其實它在平常駕駛的時候 隔音表現還不錯 尤其在高速公路 那個靜密性還不錯 但是呢 防火牆隔音其實是不太好的 尤其它採用的是 柴油引擎 柴油引擎在運作的時候 本身就沒有汽油引擎來得這麼精細 而且聲浪 它又沒有特別調教過 我覺得這是第一個缺點 第二個缺點 雖然它的A-DAS系統 已經來到了Level 2的半自動輔助駕駛 但是呢 它操作起來 其實沒有像其他車輛來得這麼方便 因為很多車輛都是在方向盤上面 可以直接做操控 不太熟悉的話 還可以瞄一下 瞄一下 大概可以把它操控得很好 但是它的撥桿呢 是設計在方向盤的後方 剛好被這一側給擋住 所以如果你是第一次 或者是你剛領車不久 我會建議你 對後面的這個Level 2的半自動輔助駕駛 撥桿多多的了解 因為在駕駛的時候 你才可以盲操 你第一次駕駛到它 或者是對它不熟悉 你要使用它 幾乎是很難的一件事情 我覺得這個也是設計上 比較可惜的地方 這些按鈕應該要往前 到方向盤上面 這非常可惜的 好 最後一點 跟大家介紹一下 法國的方唐鏡 欸 我量啦 欸 我不量啦 欸 我又量了 怎麼樣打我啊 笨蛋 欸 鬼靈精怪冷氣耶 這個 就是它平常冷氣冷度是夠涼的 但是在某些情況之下 是什麼情況 目前還找不到那個邏輯 在某些情況之下 它吹出來的風 冷氣好像就斷掉了 吹出來的風 溫度就開始升高 欸 過沒有多久 幾秒之後 又恢復正常你設定的溫度 所以這個部分也是 就是法國是有一些邏輯上的設計 真的是讓你看不太懂 好 以上這些就是我 我發現它比較明顯的一些缺點 跟大家分享 那麼最後 如果你想要購買一台獅子 你到底需要注意哪些事情呢 基本上你要了解的就是 獅子 這個品牌在台灣算是冷門的品牌 所以如果你只想要短期擁有的話 其實我非常不建議 冷門的車代表是什麼 如果你短期擁有 短期想要脫手的話 代表你的二手殘子 其實表現不好 有一個方法 你可以找車友 社團之間來做交流 來做買賣 但是你必須要花時間 再來就是服務廠 目前保持的服務廠 在台灣大概有10家左右 維修廠有12家左右 以量能來說的話 它絕對沒有辦法跟主流的 例如說何泰 何泰根本就是 汽車維修界的7-11 這一點沒有人敢否定 對不對 所以你要入手一台獅子 我會建議你 第一個長期持有 第二個就是你對它要有愛 你會喜歡上網做功課 你會上網希望可以跟一些車友 去做一些交流 做一些了解 遇到了什麼問題 你要有耐心 然後你要去了解你的車 這樣我就認為獅子 真的是一個很棒很棒的選擇 好 以上就是今天3008的試駕 不管優點缺點購買 建議統統跟大家分享 希望對大家購車的時候 有所幫助 我是Eason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帶大家提 哇 Nurra 4是怎樣 直接吃線 太誇張了 而且明明就看到我了 它還要吃線 而且明明就看到我了